我们是六四年结的婚 因为我是六一年毕业 他六二年毕业 我六一年毕业 第一批大学生 面向农村 我就到农村去了 教了一辈子中学数学 然后六四年结的婚 七四年才调到一起 这样子 那十年都是两地分居 这十年就是一直这样 您当时在哪儿 我在河北宝丁地区 有个离县 而且不在县城 离县城大概 三十六七里地的一个农村 那时候爷爷在哪儿 我毕业分配 分配到北京邮电大学 教书 十年啊 那个年代过来的 真的是要经历 很多的风风雨雨 从北京到宝丁 是夜里十一点坐火车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 背入包解放牌的大汽车 然后下来以后 在汉油三十里路 有时候坐二等 就是自行车的后头 有时候就背着包走过去 您大概那时候多久 去看望妻子一趟 就是罕假输假 就是写信 当时主要写信 那奶奶记忆当中 有哪封信 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吗 有一次她看电影 看了忠诚 然后呢 她给我买了一个项链 她就说我们应该 忠诚一辈子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 关乎到我们平时听到过的一个理论 生物模仿理论 说的是当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的时间久了之后 由于相互之间的熟悉 从一开始的语言上的相互模仿 思维方式上的相互模仿 于是这两个人 就会长得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到最后很多人就会说 他们有了夫妻像 那么今天 我们就通过一个挑战项目 来验证一下 在人和人相处的背后 是不是确实有那么一些规律 可以被我们掌握 可以被我们学习和应用 甚至可以用来帮助我们 去获得更加美好而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出场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主持人好 各位评委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叫吴岳波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 今天这个挑战 我们如何进行呢 今天这个挑战的项目 就是有关于夫妻之间 如何更好相处的 我的挑战当中 我不会去看到丈夫的相貌 也不会听到她的声音 而我只是通过一些 简单的提问 以及心理的分析 从而精准地 能够判断出夫妻奥冷 挑战规则如下 我们从全国 征集了五五十对 金婚夫妻 在随机从中 挑选了十五对 在现场 十五位爷爷 跟十五位奶奶 分别处于两个 独立空间内 评委将首先 从十五位爷爷中 选出三位 挑战者在看不见爷爷 和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 了解三位爷爷 回答的五道相同问题 随后 十五位奶奶 将在现场进行插花 挑战者要根据 三位爷爷给出的答案 以及对奶奶们的观察 和简短提问 分析找出 三位爷爷的老伴 三对禁婚夫妻中 成功找出两对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挑战者 先到挑战区 稍事等候 好 我们的挑战者 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现在可以在现场 完成我们的选人 和出题的工作了 我们想了一下 三个评委当中 最适合完成这个工作的 应该就是李博士 李博士 应该懂 所以我们决定 由一个爷爷 去选三个爷爷 一爷选三爷 好吧 你选那种 尽量能混淆他的 难度大的 因为他们年龄都是很相近 所以我不愿意选到 一个住在云南 一个住在山东 一个住在海南 生活习俗就会有点区别 对挑战者来说 它就容易多了 我选的他们生活习俗很接近 增加了难度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 董卿评委 请您帮助我们 在触控评前面 从题库当中 随机挑选 两道选择题 三道排序题 好 谢谢董卿评委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 摘下耳机和眼罩 那接下来我们的三位 爷爷已经在打击区 做好准备 您现在可以到打击区 去看他们的打击情况 评委随机选出的五道问题 三位爷爷在独立空间 通过答题系统进行回答 看不到爷爷的长相 也听不到爷爷的声音 仅仅凭借五道题目的答案 就要找出每位爷爷对应的老伴 吴越波能挑战成功吗 您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好 我宣布挑战开始 爷爷您好 我是心理医生吴越波 有五道题目 希望问一下三位爷爷 接下来我们第一题 用一种动物来代表您的老伴 A 猴子 B 老虎 C 兔子 D 变色龙 请作答 哪个答案回家以后都很危险 爷爷们不要随便打呀 有陷阱这里面 第一位爷爷的答案是 A 猴子 第二位爷爷的答案是 A 猴子 第三位爷爷的答案是 C 兔子 好 没人敢选老虎 第二题 用一种天气来描述您老伴的情绪 您还得加个选项 地震 还笑 三位爷爷选择的答案是一致的 都是晴天 都是晴天 这也是一种打法 要给他更少的信息 第三题 如果您拥有自己的一栋房子 您老伴最喜欢他建在草原 海边 森林 市中心 请作答 这一看就知道哪个爷爷是三亚来的 哪个爷爷是内蒙古的 都喜欢坐在海边 第四题 如果您和老伴要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请按您老伴喜好顺序进行排练 很少女人喜欢看战争片 对 一般都是爱情片 爱情 喜剧片 补妆片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 爱情片 喜剧片 补妆片 战争片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 战争片 哇 哇 有奶奶喜欢看战争片放第一 我觉得第二位爷爷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排列的 不是按照老伴的喜好排列 爷爷们要审题啊 要审题 第三位爷爷选择的是 喜剧片 爱情片 补妆片 战争片 如果让您老伴来参与主演一部影片 按最喜欢顺序排列以下影片 佛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艺 老伴演水浒传演谁呢 108将里边 双二娘 西游记演谁呢 西游记可以演女儿国的国王啊 王母娘娘 三国演艺里面可以演 有水浒不好演 主持人 我已提问完毕 我需要十分钟的分析时间 好的 那请您根据答案开始分析 二号爷爷和三号爷爷 他们选择的答案非常相近 都是晴天 都喜欢做的喊店 《喉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艺 最困难的就是 爷爷们做的答案 是不是真的符合 奶奶的性格特点 因为我所有判断的依据 都是来自于爷爷给我的题目 这是唯一判断的依据 要给他更少的信息 这也是一种打法 三位爷爷选择的答案是一致的 五道题都非常相继 一方面 我的压力非常大 主持人 我已分析完毕 把握大吗 我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 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 在给我的挑战流程里面 有一项特别说明 说是如果这五道题 爷爷们重复答案率 比较高的话 其实您是可以申请在 可以吗 追加题目 可以吗 是可以的呀 有这个规则您不知道吗 因为这个驱动性比较大 但是要三位评委同意的话 他们选择的答案非常相近 一方面 五道题都非常相近 对 我可以再增加一道题目 我可以再增加一道题目 谢谢 如果您和老伴一起在外面玩 到了吃午餐的时间 按最有可能的顺序 排列下面的选择 A 西餐 B 海鲜 C 火锅 D 快餐 好 这是一个选中午饭 吃什么 很有生活气息 而且是出去玩 对 就限定了您不能在家坐 只能在外面吃餐馆 主持人 一号爷爷的答案是 快餐 西餐 海鲜 火锅 好的 谢谢 这个有点意思 我当然也是这样 真的吗 第二是西餐 因为您在国外生活 要是我爸妈 绝对不会选西餐的 二号爷爷感觉像是 通过价格来排行 终于有一个土豪爷爷出现了 西餐海鲜 快餐火锅 心理学讲究的是统计学 不可能有像我们医学一样 你抽一个学 就可以测试出 你的白细胞是多少 不可能那么精准 所以对于这个挑战 对我是有压力 我挑的三个 他的个性差不多的 就从他们的答案来看 我们就知道 他们三个人的答案 如何 接近 主持人 我已分析完毕 好 来 还是请您回到我们场中 与此同时 我们也掌声感谢 我们一直在封闭区域的三位爷爷 谢谢你们三位辛苦了 您已经通过刚才的分析 大概心理对三个奶奶 做了一个心理画像 对 我已经基本上勾画出了 奶奶的一些性格的特点 好的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 今天挑战当中 我们另外一半 非常重要的挑战的参与者 我们十五位 如花似玉的奶奶们 有请她们出场 天哪 好棒 谢谢 今天十五位奶奶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真好 果然出来的都是 精神抖擞 阳光灿烂的感觉 所以刚才我现在三个爷爷答 晴天是有道理 接下来 就要请十五位奶奶 在现场 根据您自己的喜好 您可以来完成一个插花的工作 这个过程中 挑战者可能会 过来问您几个问题 接下来 挑战继续进行 奶奶们可以开始插花了 仅凭三位爷爷 几道问题的答案 吴医生就要分析出 对应奶奶的性格特征 再通过现场观察 奶奶们插花的过程 以及与奶奶简短的交流 就要从中找出 三位爷爷对应的老伴 这对于常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吴医生能找出证据的奶奶 挑战成功吗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 猴子 晴天 细游记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细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幽默的奶奶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这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这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我来介绍她们的全国 可能二号奶奶 她是一个比较得体 比较端庄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的 奶奶你好 如果要送一句话 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她什么呢 希望她保持 永远年轻的心态 永远年轻的心态 谢谢 谢谢 奶奶你好 如果现在要给 年轻的夫妻们送一句话 你会送什么 年轻人互敬互爱 互相包拢 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教育好下一代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 戏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幽默的 奶奶你好 想问一下 用兔子猎了狗 造一个锯子 您会怎么造 猎人带上了狗 出外去打猎 碰见一个兔子在玩耍 小狗就要扑上去 猎人就把他给拦住了 可爱的兔子 逃过一劫 谢谢 如果用兔子猎人狗 造一个锯子呢 我不是猎人 我也不会带着小狗 去追一个那么可爱的小白兔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我也会保护他们 谢谢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 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如果要送一句话 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哪一句 我就希望老伴健健康康 因为只有健康 才能去干一切事业 另外我也特别希望 他每天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奶奶 在我和奶奶的对话的过程中 首先我会看他们 通过一些像面部的表情 来进行一定的最初的判断 第一眼我大致就可以判断出 她的主要的能格可能是什么 我也通过眼神可以来判断 来区分出她的性格 所以我刚才问奶奶的时候 我听到的其实不是她说的内容 而是她说话的方式 所以非议员的信息 是我主要的判断的依据 我们平常在行政方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从她做的知识 眼睛 脸的微表情 总和起来 能够大概推测到 但是不是绝对可靠 调料者可以根据 您 您 您什么意思 您已经有答案了吗 第一个比较确论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细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并且她话会比较多 我希望他们能够快乐地生活 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第一个比较确认 这么自信 用的是确认 在第一个选择 对我而言我是非常自信的 挑战规则是在三对夫妻当中 您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其中两对 就算挑战成功 所以如果您要觉得 有一对已经确认了 那离成功就不远了 二号爷爷和三号爷爷选择的答案太相似了 都是晴天 都喜欢坐在韩店 喉咙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这种相似的答案 使我没有办法判断 那么给我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于二号奶奶 她选择的是战争片 三号奶奶 她选择的是西餐 所以这两个重要信息 可能是我判断的依据所在 好 她现在选择的是三号爷爷的老伴 三号爷爷选择的答案当中 关于兔子 晴天 喜剧片 红楼梦 她可以反映出三号奶奶 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 以快乐为中心的冷 但是15位奶奶当中 有三四位奶奶都有这些特点 我有点难以区分 唯一能够得到的线索就是西餐 西餐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冷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冷 可能会比较多地差一些百合 心理学的分析主要就是排除法 没有所谓的精准 二号的目标奶奶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所谓的战争片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很少女人喜欢看战争片 那什么样的人 她特别喜欢看战争片呢 这种人应该来说 她的思维是非常灵活的 是非常精明的 好 三个号码挑战者 目前已经放好了 但是没关系 您还有思考的时间 现在距离挑战结束 还有14分钟 我再确认一下 虽然我们挑战的规则 是三重二 可是我不能错 因为这些爷爷奶奶们 他们用50年的婚姻 向我们证明了 幸福婚姻的密码和真谛 如果在台上一旦错了之后 现场是真的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 主持人 我已确认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 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环节 我们把15位英俊潇洒的爷爷 请到场上 爷爷们 按照您老伴坐的位子 对 您就坐在您老伴身边 果然是帅啊 而且是精神绝朔 精神绝朔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验证环节 我们有请三队老人家来到台上 都已经根据号码站定了 接下来就将是挑战者 同时也是我们所有观众最期待的时刻 到底挑战是否正确 我们首先从一号台开始 有请站在一号台后面的爷爷 揭开您胸口的这个号码牌的 对 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 第一位爷爷选择的是细游记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活泼 可爱 并且他话会比较多 不过用兔子猎伦狗造一个句子呢 我不是猎人 我也不会带着小狗 去追一个那么可爱的小白兔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我也会保护他们 这个难度相当大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找不出来 我不相信 心理学的分析主要就是排除法 没有所谓的精准 一号爷爷和奶奶确认 第一队确认成功了 百分之五十了 再成功一对 挑战就彻底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二号台后面的爷爷 也有请挑战助理 先露一个脚 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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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爷爷选择的是战争片 可能二号奶奶 她是一个比较得体 比较端庄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的 这还有可能是三 对吧 你这么看有可能是三 八 八 胜去 胜去 挑战成功 看看今天能不能创造个奇迹 就三对我们全部判断正确 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爷爷 您是不是真的刚才答题的三号爷爷呢 我来 我来 三号爷爷的答案是西餐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如果要送一句话送给您的老伴 您会送哪一句 我就希望老伴健健康康 因为只有健康才能去干一切事业 我虽然挑战成功了 但不代表着我完成了最后的挑战 对我而言 必须得三个都要权重 不会是八了 不会是八了 战局 好厉害 太棒了 在完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 甚至连三个爷爷的声音说话 都没听到的情况下 仅仅通过答题 选到了三位奶奶 而且完全正确 再次掌声 祝贺我们的挑战者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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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有几道题 我都挺好奇的 是哪位爷爷说 老伴最爱看的是战争片来着 对 二号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的职业的问题 我是审计署的 专门喜欢看权力片 侦破片 战争片 还有一个老伴说 如果在午餐时间 必须首先吃西餐 您这生活质量 西餐是我们全家最喜欢吃的 在一起 我两个女儿非常喜欢吃西餐 我们就吃西餐 你们就跟着一块 另外我是河北苍州人 我喜欢吃海鲜 所以我排在第二 您看爷爷 您这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的 您基本上没考虑老伴的需求 没有 相同 您说说您 因为我觉得在西餐 在家不会做 所以只能到餐馆吃 这样就更好 这个答案 对 一般谁在家会做西餐 对 今儿在外边吃 咱就吃点平时吃不着的 对 所以你看奶奶的想法 虽然可能和爷爷的理由不一样 但最后答案是完全一样 那两个奶奶吃 喜欢吃快餐的呢 我们喜欢吃快餐 因为出去玩 赶快吃完饭就回家了 对了 而且快餐比较省钱 还有刚才 唯一的有一个爷爷是选了 用动物来形容老伴的时候 是三号爷爷选了兔子是吗 为啥是兔子呀 大家知道这个木兰茨里 叫刺兔亚米黎 她比较蔫儿 比较老实 她喜欢休息 喜欢休息 我想看一下三号奶奶的插花 好吗 吴医生 你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 三号奶奶呢 她选择的花当中有百合 所以她对爱情是充满着向往的 一个喜欢吃西餐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地插一些百合 懂浪漫 享受激情 所以他们生活当中 我的感觉是应该充满着很多激情 有吗 三号爷爷 你们俩生活充满激情吗 还可以吧 您二位说说 就到了结婚五十年了 怎么样还能使夫妻之间有激情 我们两个是从1954年高中同班同学 所以激情也有 平淡也有 和气也有 所以我学生面向农村 我就到农村去了 教了一辈子中学数学 然后六四年结着婚 七四年才调到一起 这样子 那十年都是两地分居 这十年就是一直这样 您当时在哪 我在河北宝丁地区有个离县 而且不在县城 离县城大概三十六七里地的一个农村 那时候爷爷在哪 我毕业分配 分配到北京游战大学教书 十年啊 是啊 那个年代过来的 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 从北京到宝丁 是夜里十一点坐火车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 背着包解放牌的大汽车 然后下来以后 在汉油三十里路 有时候坐二等 就是自行车的后头 有时候就背着包走过去 您大概那时候多久去看望妻子一趟 就是汉假输假 就是写信 当时主要写信 那奶奶记忆当中有哪封信 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吗 有一次她看电影 看了忠诚 然后呢她给我买了一个项链 她就说我们应该忠诚一辈子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他们这一代人的婚姻 真的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 包括两个人情感的考验 风风雨雨 所以这样吧 三队爷爷奶奶给我们年轻人支支招 怎么才能拥有像你们这些十五对 惊婚的爷爷奶奶这样几十年甜蜜的 美好的感情生活 在生活当中必须要互敬互爱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绝不纠错 如果说你老是去注意对方的对与错 那你就走不了五十年 走不到最后 多得好 虽然说可能性格不一样 而且职业背景不一样 长期的大家的这种最后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都是一样的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体谅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两棵树经过了五十年的生长 那已经再也分不开了 感谢我们这十五对 惊婚的爷爷奶奶们 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 了不起的挑战项目 祝愿我们这十五对爷爷奶奶们 健康长寿 竹如东海 瘦笔南山 那这样 挑战已经成功了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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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爷爷奶奶们 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们有那么多的 惊婚的爷爷奶奶 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我们经常说 这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存在的 所有的所谓完美的婚姻 也都要打上引号 因为完美的背后 是很多的不完美 但是它的宝贵之处 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接受不完美 我们可以去克服彼此的差异 我们甚至愿意为了对方 去改变自己的弱点 然后我们可以长久一辈子 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再次向各位爷爷奶奶的到来 表达我们的感谢 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直到永远 谢谢你们 刚才我们看你的表现非常好 至于你能不能进入荣誉殿堂 我的答案是 答案是 有请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挑战者 吴岳波进入荣誉殿堂 懂才是爱的前提 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就像我们在场的 今婚的爷爷奶奶们 正是因为他们的懂得 才有了婚姻幸福的秘语 懂才是爱的前提 再次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